周三是清明节,也是四五天安门运动36周年 香港社民联当天游行到中联办前 要求结束一党专政,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大约20位社民联成员由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 要求释放维权和民运人士,抗议一党专政的暴力政权 中共狗大,以言入罪,中共可斥 游行人士沿途呼叫可靠,带同花圈游行到中联办正门前 默哀一分钟,悼念无辜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民众 并宣读声明,宣明连主席梁国雄批评中共 自去年打压茉莉花运动以来 又用收监、软禁及起诉等手段打压一届人士 并且通过刑事诉讼法制造白色恐怖 他又说,梁振英上台后,中联办会更加操控香港 呼吁港人多一些声援大陆民主运动 游行人士并向中联办内扔纸钱,气候和平散去 新唐人记者杨安娜、梁振在香港报道 游行人士并向下